開始了嗎? 還沒啊 這卡不是在幹嘛? 幹嘛這個開開啊? 啊要先介紹啊 打開 要先介紹啊 打開介紹 不用打開介紹 要合起來介紹 嘿嘿嘿 大凱的DIY小教室 大家好 大家好 我們今天是要做 用納米 來做一些 裝飾的小品 小物 裝飾小物 這是我們今天要用的納米 以及 一片厚紙板 泡麵膠 就是泡麵膠 跟吹風機支 好你可以把它打開了 那我們祖先 因為它是成年已經用過了 不知道放到什麼時候 我們就直接來把它做成一個裝飾品 那我們先選幾個顏色 你要選幾個顏色 那選好顏色之後 把它的身體這個拆掉 把它這裡拆掉 對 然後使用泡麵膠 那如果我們要使用姿勢的話 就在最上面這裡貼上 泡麵膠 泡麵膠 再一根一根的黏上我們的 泡麵膠 再一根一根的黏上我們的 拉筆 你也不上去 改用酸麵膠 我們家是 泡麵膠 泡麵膠 啊 黏不上去耶 泡麵膠 泡麵膠 好了 那我們只用膠帶試試看吧 要先把它黏上去 要先把它放上去 泡麵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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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完全不行 黏不住 完全不行 呃 好了 我最後一隻一隻 黏把它黏起來了 喔喔喔喔喔喔喔 好辛苦喔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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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喔 看來 這樣子 好啦 現在你卡著也做完了啦 我們已經準備好了 把從網路上面 下載的 魚魚的照片都已經黏上去囉 quarterback 最終成品 完全無法融化 這什麼鬼 還是是那個 蠟筆的材料 對 因為我們是成年的蠟筆 失敗 就這樣囉 喜歡我們的影片的話 請記得按訂閱 並且開啟小鈴鐺 那我們下次影片見囉 掰掰 掰掰 欸 可以耶 你看 只要用膠帶擺蠟筆 只要用鬆餅膠帶把它黏起 那我們剛剛就不用吃這個了 去看見 喔 Mmm